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 6月15日 星期二 早前我已經跟大家報導 農產品價格是急升 隨著大宗商品的價格急升 農產品價格也急升 很多原材料的入口也是急升 這個 可以說是使得整個世界 那個通脹 持續升溫 而美國聯儲局也有機會 是啟動他的加息部份 好 很多人會問 關我甚麼事 全世界人都關事 而且 亞洲區 受的影響是最大的 農產品價格急升 部分出口商和農民是受惠 因為可以賺多點錢 但是對亞洲企業和消費者就造成衝擊 為什麼 因為 大家都知道 貴了 加上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是自已熟悉 因為工作不穩定 甚至財源 很多人在吃老本 所以 那些 價格急升 令到很多人只能夠 逼著減低消費 所以對於企念 反而未必是一定是好事 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發佈5月份基準糧價的指數 年漲第12個月 攀升到127.1 比一年前 升了四成 這個是創十年的新高 這個是十分之可怕的數字 我們繼續跟大家分析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推升量價的因素其實有很多 包括 全世界最大的食品進口國之一 中國 市場需求很強勁 貨櫃短缺 以及供應鏈中斷 導致海運的成本 就不斷上漲 FAO也歸咎供應面的問題 例如巴西收成延遲 以及金借收成 不好 此外還因為投資人分散風險 資金流入大中商品市場拉高了價格 亞洲食品製造商 也因此提高價格 抵消了原材料 或者這些 成本上漲 中日韓 是主要的食品進口國 所以他們也是 受到很大影響 中國的大豆食用油 4月份 狂升了兩成 南韓麵包連鎖店 因為這個 物料上漲的關係 2月份加價5.6% 在日本 日清製粉集團 製造麵粉 小麥麵粉產品 7月份加價2-4% 理由是原材料價格急升 物流和包裝成本也全面上漲 很出名的未知數公司 下個月 也要加價 加1-10% 因為食用油 加價 官方數據顯示 部分國家出現通脹 例如南韓在5月份 消費者 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升了2.6% 漲幅是2012年3月以來最大的 9年最大 菲律賓5月份的物價也比一年前上升了 4.5% 有證券學家 證券經濟學家 表示 量價的上升 很大機會阻礙亞洲 有疫情中復甦 加劇已經 不平衡的經濟 低收入家庭和較窮困的國家受傷是最重的 他們的收入很大部分 就要在糧食方面 而這些國家很難取得疫苗 並因為有 糧價上漲 他們的負面影響 令到財政資源受限 令到經濟受阻 亞洲農民和大宗商品出口商 反而因為價格上漲而獲益 當然 農民實際收入 一定不會比去變多 因為最終也是被盤莫 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升 尤其是這個量價 可能產生強大的債務分配影響 有機會提供農村收入和就業 但是 農村始終經濟規模不大 經過那麼多浸 一直加進去 他不是賺很多錢 但是一直加進去 各個領域 運輸物流也加進去 令到 最終到消費者手上 他們只能減少他們的支出 減少支出的問題就大了 當大家都節衣熟食 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東西貴 我賺不到錢 我是不是吃少一點 本來以前吃三餐 現在不是吃兩餐 那個需求反而降低了 到了需求降低了的時候 因為現在正在吃老闆 正在吃谷種 很多人 為了節省 減少消費 躺平族 不出去工作 做他們生意的企業 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收入減少 收入減少 意味著 就是要 開源節流 想想辦法去賺到錢 找不到怎麼辦 裁員 當裁員 裁員裁員這個陰霾 在 現在本身已經很脆弱的經濟上 更加脆弱 有些人已經沒有工作了 你還炒了 家人本來是四個人做事的 已經有兩個沒有工作了 兩個頂著 你還要炒了一個 怎麼辦呢 這個其實情況 是有點像1929年經濟大蕭條 當然他們當時 就是泡沫爆破了 但是 通脹也可能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影響 就是 令到 窮的人越來越窮 什麼都加 人工也不能加 甚至乎他的勞動力賣不到錢 他的勞動力是貶值的 因為沒有那麼多 疫症關係 不需要那麼多的勞動力 是不是 這個問題 困擾著中國 是最嚴重的 因為中國 是勞動力密集的一個工種 而且 是依靠出賣勞動力的人口 是全世界最多的 有10億8億個依靠勞動力生存的人 在 就業市場 而這群人 隨著疫症 的輝之不去 廣東省 大家想想 所有工廠是否要停工 還想開工 是可以的 可能 可能 可能會很疏 生產一定是大跌 而且還沒有電 因為還有很多人挖礦的關係 令到 電力工業緊張 種種 這些不理因素都是衝擊著中共 所以說 這一次糧食的大幅 上漲 中共是一名大輸家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糧食 到了那麼貴的時候 很大機會就會出現 一部分人 要節衣熟食 節衣熟食 當然身體質素沒有那麼好 容易病 容易感染 也是 惡性循環 我們最怕 就是一個國家陷入這種惡性循環 一環就扣一環 你這件事壞 影響到你的工作 工作也壞 工作不好就影響到你的公司 使得你的公司 收入減少 收入減少 減少開支 就要裁員 裁員 更加不敢花錢 你又怕被人炒 你手上的錢 越來越拿著 越來越不捨得花 市面上經濟越來越差 公司越來越難賺錢 因為你不肯花錢 當個個都不願意花錢的時候 公司 大量的倒閉 大量的倒閉 意味著大量的失業 大量的失業 意味著大量的人 是更加不肯花錢 這個越來越 趨向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糧食會不會稍為好轉呢 我覺得是不會的 因為全世界最大的糧食 出口國 是美國 加拿大 全部都是中共的對家 還有 鐵礦石 大中商品 也是加拿大澳洲這類的 商品貨幣 這類的資源大國 其實他們共同一齊來追擊共產黨 最終的結局 當然共產黨沒有辦法抵受得住 前蘇聯 當時連物資短缺 大家都記憶猶新 以前我們打開電視 說到蘇聯 說到莫斯科 就是排隊的 冰天雪地 雪是兩呎口的雪 人們都還在排隊 去買東西 很誇張 排隊買麵包 物資短缺到如此 當然大陸現在這個社會很富裕 不會走以前蘇聯的那條路 但是 當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 當你的供應鏈開始在大陸撤退的時候 你的供應鏈斷了 某一個範疇 你是生產不到的東西出來 所以 大陸接下來 我們 看前景是十分之淡 這支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